金瓦爾上來之後 以色列基本上跟哈馬斯沒得談 沒得談 因為金瓦爾上來之後 以色列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的談判 金瓦爾就是去年發動 對以色列襲擊那個國際攻擊的 最重要的主導者吧 現在由恐怖分子來領導這個組織 他就是一個邪惡組織 對 他這個邪惡組織就一定要 從地表上折去 對 他就說 他必死無疑 現在在歐布戰場上面 真的給俄羅斯極大的壓力嗎 所以剛才講的 今天邵逸谷跑到了伊朗 邵逸谷前天才跟伊朗講說 我會完全支持你 你要的防空 你要的雷達我都給你 那我剛剛講的 今天一二七十六就來了 你現在防空設備了 我也全部都進來了 我要升高這裡的衝突 但你說 這裡面真正的關鍵 其實還是以色列 你說以色列現在多兇 以色列現在直接飛到貝魯的上空 我覺得這太惡意了 他直接在音爆 我知道 你要通過音速的時候 你就會有音爆 而音爆的底下 剛好真阻擋在開會 對 沒錯 以色列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他想要開打 為什麼 他表現給你看 那以色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曾祖黨他們在這個貝魯特 要開一個會 找一個追調會 邦逸谷的追調會 他的曾祖黨領袖 這個納斯魯拉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的蘇克爾被幹掉 然後這個哈尼亞被幹掉 所以他要對他們的 講一句一段話 就是我們未來的 我們伊朗 跟曾祖黨跟伊朗 有義務要回應 無論後果是如何 敵人等在 正在極大的恐懼的 等在著 就是敵人 會嚇我啦 就他這樣講的時候 結果你知道 這個 以色列的飛機 就飛過他的上空 而且還故意把他 飛過上空的時候 剛好就是音爆 就是超過 算好了 就砰砰砰 好 連續三架這樣 那你知道大家嚇了 這個以色列 還有這個 黎巴嫩所有民眾 大家都嚇到 嚇到 怎麼回事啊 音爆很大聲 對 只有我們在新竹基地 就有F16 當時新竹基地 F16他在做 這個手軟練習的時候 他要超過音速 超過音速出現音爆的時候 你知道 我那時候看到他們 要把我嚇死了 很多的 床鋒玻璃都破掉了 所以那 當時的這個貝魯 他大概 啪是什麼 他就趁你這個時候 你要這樣講 我就來 他顯然都知道 你要什麼時候講這個話 一龍三 那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我都把你看得非常清楚 好 他除了講這個之後 他講了沒多久之後 以色列馬上又空襲了 在黎巴嫩南部的這個一個 重要的這個 珍珠黨的這個武器庫 所以等於是說 你講 你講沒報仇 我先來對你這個下手 另外還有 前幾天的時候 還斬殺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珍珠黨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幹部 那當然珍珠黨 也不是省油的燈啦 珍珠黨馬上就用他們的 多關火箭炮來 開始對這個戈蘭高地在那邊砲轟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以色列跟珍珠黨 反而是打撐的 因為目前為止 珍珠黨也要打你 那以色列也要打你 所以兩個是真的 互相真的要 即將要展開所謂駁火 這是確定的事實 這不是完真的 當然是完真的 你說現在在整個 整個中東在場上 俄羅斯想打 我要轉移交點 不然我現在壓力太大了 美國想打 因為美國現在選舉 他需要一場勝利 而且現在已經這個樣子 他也下不了台了 珍珠想打 以色列想打 唯一不想打的 只有伊朗 對沒錯 實際上伊朗現在比較尷尬 為什麼 我們剛剛目前為止來說話 因為為什麼以色列一定要打 你只要照理說 打到目前為止來說就算了 問題是 你現在哈尼亞遇刺之後 選上出來的這個 辛瓦爾 辛瓦爾 欸保姊 辛瓦爾上來之後 以色列跟這個 基本上跟這個所謂 哈馬斯沒得談 沒得談 因為前一陣子來說的話 布林肯還要什麼 他們都在協調說 哈馬斯你跟這個 以色列停戰吧 停我吧 結果沒想到 欸幹掉哈尼亞之後 這個辛瓦爾上來之後 以色列根本不可能 接受任何的談判 為什麼 因為這個辛瓦爾 就是去年發動 對以色列襲擊 那個恐怖攻擊的 最重要的主導者嘛 他是整個說 這個阿克薩斯 這個行動最重要的負責人嘛 他主導啊 而且他主導好幾年 以色列知道是他 結果他現在變成是 他這個所謂哈馬斯的這個領導 你覺得 他一定把他幹掉啊 難怪以色列外交部講說 你現在由 恐怖分子來領導這個組織 他就是一個邪惡組織 對 那這個邪惡組織 就一定要 從地表上抹去 對 你這個 所謂的辛瓦爾剛接任之後 你看以色列國防部 馬上就發了這樣一個文章 你看wanted 就是辛瓦爾 而且他就說 他就說 他必死無疑 所以他事實上目前為止 必死無疑的話 欸 他跟哈馬斯顯然還有 他接下來搞不好 因為他現在維持了 這個辛瓦爾 可能在加薩走廊裡面 所以他們可能 還會再進去加薩走廊嘛 那進去加薩走廊的話 哈馬斯 當然還會跟你交戰 那哈馬斯跟你交戰 珍珠黨也跟你交戰 所以這是真的 大家要交戰的 那至於伊朗呢 伊朗他現在距離很遠 他只能夠偷入這種代理人戰爭 要嘛就是 現在呢 俄羅斯給你炸彈 給你飛彈了 這個意思看大 你敢不敢大 所以現在反而是對伊朗來說 他頂多會發射類似像去 這個今年4月這樣空襲 這樣的狀況 這也是美國這樣防範的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話 說真的 局勢在緊張之中 但是真正有可能打的是 以色列跟珍珠黨還有跟哈馬斯 但是呢 這個是一面倒的作戰的這個結果 這個不看了 你也知道說誰會贏的一個情形 現在美國的國務卿 美國的國務長 他們都在澳洲 跟美國澳洲 進行一個外交跟國防 二加二的一個會談 可是現在 大家只關心 還有 今天看到的美國也只想講一個 他們對中東的看法 對 這個澳美部長諮商會議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畫面中的奧斯汀 他就有提到說 為了因應中東的這個緊張 其實他們已經在那個地方部署了更多 可以進行彈道飛彈防禦跟攔截的巡洋艦 跟這個驅逐艦 我簡而言之 其實就是神盾艦 然後他部署了更多的神盾艦 以及他下令向中東部署 另一個戰鬥機的這個中隊 講的就是F-22 就是到了這個英國皇家空軍基地 他的這個 拉肯西斯這個地方 部署了12架F-22在那邊Standby 隨時可以轉進飛到地中海那邊 去支援中東的這個戰區 而他講的這個防禦更多的這個飛彈的 巡洋艦和這個驅逐艦 就是派更多的神盾艦過去 不管是騎鋼的羅家旗的 或者是伯克旗的神盾艦 都往那邊跑 因為他有海上防空防禦的這個能力 而且他任何來自於伊朗 伊拉克那一帶的這個飛彈 或者是征途黨 尼巴那這個以色列北進的 或者是來自於鴻海旁邊 那個角落雅丁灣那邊 也就在於這個夜門 胡塞組織那邊的飛彈 南 東 北 他都可以靠神盾艦 他的這個整個雷達可以搜索的到 然後直接發射那個飛彈去攔截 可是我非常好奇 你現在兩個航空母艦來了 我就可以理解 兩極登陸艦來也可以 而且你這個所謂的 兩極登陸艦上 航空母機上 都已經有F-35了 你已經有F-35了 你已經有F-18的大黃蜂了 你已經有所謂的滅國神器了 你為什麼又派一個中隊的F-22來 F-22多麼娇貴 他來這個地方 到底要扮演什麼角色 F-22是攻勢武器 攻勢武器 你怎麼知道 以色列不會想先發自人 以色列都是那種坐以待斃的 我等著你伊朗來發射飛彈打我 或者是讓你這個真主黨 從黎巴嫩先 消耗我的這個鐵窮防空系統 然後伊朗在趁虛爾路 發射一些飛彈嗎 也許以色列 因為不要忘記 美國中央這個軍 中央司令部的這個司令 已經到了這個以色列去 然後他也到以色列 要去跟約旦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談一方面跟他們講說 你們的空域 不要讓這個伊朗 他的這個飛彈 或者是任何飛行物理 穿越你們的這個領空 所以約旦跟沙烏地阿拉伯 立刻在這個前幾天的 這個伊斯蘭世界的會議的時候 表達這樣的一個說 我不會把領空借給你伊朗 不會給伊朗 伊朗就一直尋求說 你們要支持我 一定要這一定要報復 一直要報復 伊朗一直遊說他們 但是約旦跟阿拉伯已經講了 因為他有美國的壓力 對 甚至美國跟以色列 希望約旦跟沙烏地阿拉伯 這幾個周遭國家領空 必要的時候 讓美國以色列的軍機可以通過 那通過是幹嘛 那F22不就是可以通過的 其中之一選項 那對伊朗 空中走廊是開放給美國跟以色列的 我相信他們一定在模擬伊朗 到底是採取什麼樣的這個攻勢 只要戰士伊拉翔 那以色列跟美國 F22是一個攻勢武器 他是掩護以色列的這個F16i F16i的這個戰鬥機 他可以做到很多F22 他原先他的 比如說空中的纏鬥啦 空中的這個 這個他的這個攔截的這個狀況 F22是屬於比較逆中的 不像這個F16 他比較在逆中上 沒有像F22那麼強大 我可以纏鬥我可以投射我可以攻擊 對 兩邊可以互相掩護 做一個高低配 你用F22做高配 你用F16做低配 兩邊可以去攻擊伊朗 伊朗的軍事設施 因為伊朗這次 所以說 他們不是坐以待斃 他會直接打到伊朗 是 這就是美軍直接介入 直接打到伊朗 為什麼剛剛說美國也想打 美國當然想打 看你伊朗打到什麼程度 你敢打我就奉陪你 而且你想鬧大 很抱歉 我就跟你鬧大 所以你說我今天這個動作 我派了兩艘航空母艦 我派了胡鋒的這個 所謂的兩棲登陸艦 我把F20弄過來 我就是警告你伊朗 你敢輕舉妄動 我就直接打進去了 是的 像F18大黃鳳在羅斯福 航空母艦 這個都是標配 航母上面本來就有這些艦載機 那至於這個RC13動 跟加上E2D的這個預警機 也是標配當中的一種選配 認為說在空中的這個電站 以及預警功能 可以幫助以色列有更大的這個情報收集功能 尤其美影之間要進行這個情報交換 那HC13動又要進行這個空中加油 一定要在保持這個以色列的領空 跟周遭他的地中海的這個空域的這個安全 所以這些都是基本的 那至於派上F22過去呢 就是在告訴伊朗 美國隨時跟這個以色列可以打到你這個伊朗去 不管是你德黑欄或者是重要的 美國可能重要的這個軍事設施在伊朗的這個 被他們發現的話 他就先打 先打你飛彈發射基地啊 先打你的能源儲存設施啊 先打你可能轉進地下 在發展的一些核武庫核武設施 早就想打你了 你剛好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伊朗他其實也知道 有可能他就先策動 伊迪巴嫩跟這個胡塞組織 葉門這邊 南北夾擊你洗腦這個以色列就好了 看局勢狀況 再決定說伊朗要出手到什麼程度 而且以色列還放了一個話說 如果你要我們去現在暗殺伊朗的總統 他說那不是男士 沒錯 所以其實以色列的摩薩德 的確沒有摩薩德做不到的地方 摩薩德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這個情報特工 包括這個暗殺也是這個能力很強的 而之前看到美國 他們在這個伊拉克的這個第二大的空軍基地 阿薩德被這個襲擊之後 美國也不忍了 他就直指說 這就是你伊朗支持的民兵來幹掉我們的這個基地 那現在呢 當以色列把摩薩德說 我也可能可以去支持 殺掉你們的這個哈米尼 哈米尼是伊朗最高的這個政教領袖 有別於他們之前不久 才當選新任總統就職的那個 這個新的總統 那伊朗的這個哈米尼 他就是去參 那個哈馬斯的哈米尼 就去參加伊朗的這個新總統就職典禮 哈米尼 是伊朗人心目當中最高的這個 統領領導人 那如果他這一次被這個以色列給幹掉的話 那真的會引起軒然大波 以色列敢殺嗎 可是以色列你不要忘記 他就是要把戰事升高拉高 他可以幹掉了 他可以再殺掉哈米尼 哈米尼 哈米尼之前幾個小時 先殺掉真主黨的這個指揮官 蘇克爾或者蘇庫爾 那就可以殺掉了這個哈米尼 就表示說他已經在這個伊朗的德黑蘭 派出了不少摩薩德 等到摩薩德最高的領導人 也就是納坦亞胡總理一聲令下 他也許在裡面策動對這個哈米尼 表示這個會有他的威脅或不策 當然啦你要看哈米尼他所領導的這個伊朗的情報機構 是不是真的鬆了一個大洞 因為以色列之前的這個摩薩德潛進去 如果現在傳出來他用這個AI的遙控炸彈 炸死了這個哈米尼 表示這個伊朗的這個整個情報出了很大的漏洞 而以色列就算是新的這個哈馬斯領導人 已經上任選出來一個這個新的新瓦 以色列也說我也要消滅到底 也就表示說摩薩德現在在中東殺紅了也 而以色列故意讓這把這個這個江神 像一匹野馬拖出去一樣 他就是要看這個美國他沒有辦法去控制他 而他現在就是要把戰士拉高 現在這個中東的情勢 緊張的照理講應該是以色列 緊張的應該是伊朗 緊張的應該是叙利亞 甚至緊張的應該是里巴頓 可是你說大軍押政卻是美俄兩大國 對 美俄兩大國都已經把他的神兵利器 送到了這個地方 然後更可怕的是 我們看到以色列 以色列的話講得越來越兇 今天不是講嗎 他在這個我已經殺害了哈馬斯的第一號領導人 那現在 新的領導人 辛瓦已經上來了 已經確定他是接班人 可是我會覺得 他居然 以色列說他必死無疑 而且中東局勢還在往上升高之中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幾個大國家 包括說美國跟俄羅斯 甚至連以色列 他們都希望能夠打一場戰 為什麼能打一場戰的話 都可以有助於消滅他們自己國內的這個壓力 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個美國目前為止大軍壓進 林肯號羅斯福號 然後包括黃鋒號都來了 F-20都來了 為什麼 保潔那打仗了 你說來了兩個航空武器 那打仗為什麼要打仗 美國總統大選快要到 每一次只要總統大選前 戰爭都是有利於執政黨的 所以你說美國想打啊 當然美國想打啊 拜登想打 你看這幾年他這幾年怎麼捧賀警力 他就是要打 打了之後對他的選情會有利 難怪說 你現在馬上就進到戰情室 馬上就把戰情室的照片給過不出來 而且在戰情室照片裡面 賀警力就在那個最顯目的 細胃的位置 對好 所以美國呢他是可以打的 另外俄羅斯呢 普丁當然想打 你看除了這個 這個燒一谷去了之後 今天有一輛飛機呢 從這俄羅斯莫斯科出發之後 抵達了德黑蘭 這叫伊爾-76 保潔他運什麼 他運了飛彈還有防空雷達 準備要到伊朗來 你說要我馬上給你 哨一谷前天才跑到伊朗 跟他講 所以我不會全力的支持 你會給你雷達 會給你防空武器 對 話剛剛講完的人還才剛走 對 伊爾-76就來了 所以普丁要不要打 要打 他很希望趕快打 好 那除了美國跟俄羅斯的態度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以色列的態度 以色列來說 你怎麼進逼成這個樣子 問題是 他們今天看到 哈馬斯選出的新領導人 新瓦爾之後 他們只有一句話 我一定要把新瓦爾 從地球上抹去 所以這沒有得談 為什麼 新瓦爾是誰 新瓦爾其實也代表了 這個哈馬斯的態度 新瓦爾就是去年發動 所謂襲擊的阿克薩行動 洪水行動 最重要指導的就是他們 你說突襲以色列 他才是真正策劃的人 對 所以那他現在變成領導人 你覺得以色列有可能會放過他 不可能 以色列只是會屠殺到底 哪個以色列軍方講 他必死無疑 對還會說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有零星炮火展開了 為什麼 目前為止來說 主要是黎巴嫩的真主黨 跟以色列在作戰 目前為止你看 北部正在以色列北方的時候 已經有非常多無人機 打到以色列的境內 而且造成非常多人受傷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以色列北部的 一些城市來說 都有非常多 真主黨人士已經開始 在進行攻擊 而且以色列 真主黨也想打 對 那以色列為什麼想打 因為真主黨這一次 他們二號人物過世 所以在二號人物過世的時候 真主黨剛好在這幾天 辦一個活動 除了那個調練 這個二號人物之外 還包括哈尼亞 他們在調練 而且他們頭號的頭子 還在那邊講話 講話說 以色列做什麼事嗎 以色列他就故意 開了一台F-35的飛機 低空的過來的時候 給你音爆 這樣子 嚇你 對 沒錯 你在那邊演講 他都知道你們在哪裡開會 他就故意低空的這樣飛 而且 音爆這樣飛過去 故意就是要干擾你 他讓你說 你在演講說 我以色列的飛機 就在山中飛 所以也是跟你嗆聲 我故意超音速 故意產生音爆 故意嚇你 對 所以那事實上 目前真主黨 他也是知道 你這個 我在開會的時候 你都在上面這樣 所以他們態度當然不是 一定是越來越緊張 另外一個就是 以色列官方還宣佈說 我們目前幹掉一個 在當地的指揮官 叫賈瓦德 他之前為止 也是主導一個 真主黨對以色列的攻擊案 所以現在以色列 根本沒有在跟你手軟 他繼續在對這個 所謂真主黨 進行一個圍獵的狀態 之前怎麼發生在加薩 現在就會發生在這個 這個真主黨 而且我還要繼續對加薩攻擊 因為你現在領導人是新瓦爾 我絕對會屠殺到底 因為新瓦爾 所以你就是邪惡組織 對 如果是邪惡組織 你就應該被這個地球上抹去 而且去年的這個 阿克薩的這個洪水行動 以色列死的1,100多人 這是以色列有史以來 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恐怖攻擊 你覺得以色列會放過他們嗎 不會放過 不可能還有真主黨也不會放過 所以現在以色列絕對會 往前打到死為止 而且是 特別提供我們這張圖來講 這個就更可怕 現在美國真的已經大軍壓陣了 昨天本來講的一個航空母艦 沒有 它現在是兩個航空母艦 兩個航空母艦之外 剛剛講的 它的這個所謂的伯克級的驅逐艦 包括它的這個繩隊艦 都已經進到這個地方來 沒錯 甚至連F-22都來了 對 實際上如果你看這 這一張在中東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戰情的分布來說 你就知道說 美國到底是多麼在意這一場戰爭 而且拜登目前為止 只能夠在這個時候一定要贏 而且要輕鬆的贏 沒有任何的意外之後 他對他的選情就有非常大的注意 好 那你看 有必要這樣嗎 第一個 在附近來說的話 在中東附近來說 有兩個航空母艦群 一個是羅斯福 一個是林肯號的航空母艦群 欸 我們都說 一個航空母艦群 可以毀一個國家 目前有兩個航空母艦群 在這個地方 另外在這個地中海 這個地方 他還有黃豐號的兩棲作戰隊 在這個地方 兩棲作戰艦來說 寶傑他有配備F-35在上面 那配備F-35在上面來說 美國也掉了非常多 包括說德康德康羅加級的 還有伯克級的 全部都在這邊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如果萬一真的 這個伊朗有發射飛彈的時候 我可以攔截你 雖然有驅逐艦在這邊 然後有兩棲攻擊艦 然後有航空母艦群在這邊 那你知道除了這個之後 還有什麼動作嗎 他現在把所有的船隻 往這個包說像波斯灣 然後往鴻海去 他等於是越靠近戰場這個位置 所以等於是把這附近的海域 團團圍住 那你想說只有團團圍住海域 沒有 他空中也是一樣 他目前為止 從這個航空母艦群上面來說 有非常多的FA-18的大黃蜂 還有這個E2D的鷹眼 他目前為止已經飛離了這個 這個航空母艦群 進到中東戰場 但是他進到哪個基地 他沒有跟你講 那這個FA-18的這個大黃蜂 是可以轟炸的 然後包括說E2D的這個地方做偵查 另外美國還掉了什麼 除了原本有F-35之外 還有一個F-22的戰鬥機動隊 從阿拉斯加已經來到 未來幾天 也準備要進駐在一個基地裡面 F-22是美國的護國神器 他現在都派過來 就知道美國有必要這個樣子嗎 不是 最重要的 你在這個所謂的航母上面 兩棲登陸 兩棲攻擊艦上面 都已經有F-35了 F-35已經是隱形戰機了 已經是讓整個中東 沒有辦法抵擋了 你竟然還派了F-22來 對 所以你只要看這個布置 你就知道說 美國真的是 這一場戰爭來說 其實還沒有打 就大概知道結果是什麼 但是美國要 確保萬無一失的這個狀況 以色列現在多兇 以色列現在直接飛到貝魯的上空 我覺得這太惡意了 他直接在櫻爆 我知道 你要通過櫻書的時候 你就會有櫻爆 而櫻爆的底下 剛好真主黨在開會 對 沒錯 以色列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他想要開打 為什麼 他表現給你看 那以色列 因為這最幾天的時候 真主黨他們在這個貝魯特 要開一個會 找一個追調會 結果追調會呢 他的真主黨領袖 這個納斯魯拉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的蘇格爾被幹掉 然後這個哈尼亞被幹掉 所以他要對他們的 講一句一段話 就是說我們未來的 我們伊朗 跟 真主黨跟伊朗 有義務要回應 無論後果是如何 敵人等在 正在極大的恐懼的 等在著 就是敵人會怕我 就他這樣講的時候 結果你知道 這個以色列的飛機 就飛過他的上空 而且還故意把他的 飛過上空的時候 剛好就是櫻爆 就是超過 算好了 然後連續三架這樣 那你知道大家嚇了 這個以色列 還有這個里巴人 所有民眾 大家都嚇到 怎麼回事啊 音爆很大聲 今天我們在新竹基地 就有F16 當時新竹基地F16 他在做所謂的練習的時候 他要超過音速 超過音速出現音爆的時候 你知道 我那時候看到他們 要把我嚇死了 很多的闖空玻璃都破掉了 所以當時的這個貝魯特 大家怕是什麼 他就趁你這個時候 你要這樣講 我就來 他顯然都知道 你要什麼時候講這個話 他都知道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我都把你看得非常清楚 除了講這個之後 他講了沒多久之後 以色列馬上又空襲了 在里巴人南部的這個 一個重要的 珍珠黨的這個武器部 所以等於是說 你說要報仇 我先來對你這個下手 另外還有 前幾天的時候 還斬殺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珍珠黨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幹部 那當然珍珠黨 也不是省油的燈 珍珠黨馬上就用他們的 多關火箭炮來 開始對這個戈蘭高地在那邊炮轟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以色列跟珍珠黨 反而是打撐的 因為目前為止 珍珠黨也要打你 那以色列也要打你 所以兩個是真的 互相真的要 即將要展開所謂駁火 這是確定的事實 其實不是完真的 當然是完真的 如果現在整個 總統在場上 俄羅斯想打 我要轉移交點 不然我現在壓力太大 美國想打 因為美國現在選舉 他需要一場勝利 而且現在已經這個樣子 他也下不了台了 珍珠想打 以色列想打 唯一不想打的只有伊朗 對 沒錯 事實上伊朗現在比較尷尬 為什麼 目前為止來說話 為什麼以色列一定要打 你照理說 打到目前為止來說 就算了嘛 問題是你現在哈尼亞 遇刺之後呢 選上出來的這個 新瓦爾 新瓦爾 寶姐 新瓦爾上來之後 以色列跟這個 基本上跟這個所謂 哈馬斯沒得談 沒得談 因為前一陣子來說的話 布林肯還要什麼 他們都在協調說 哈馬斯你跟這個 以色列停戰吧 停我吧 就沒想到 幹掉哈尼亞之後 這個新瓦爾上來之後 以色列根本不可能 接受任何的談判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新瓦爾 就是去年發動 對以色列襲擊 那個恐怖攻擊的 最重要的主導者吧 他是整個阿克薩斯 這個行動最重要的負責人 他主導啊 而且他主導好幾年 以色列知道是他 結果他現在變成是 這個所謂哈馬斯的領導 你覺得 他一定把他幹掉啊 難怪以色列外交部講說 你現在由恐怖分子 來領導這個組織 他就是一個邪惡組織 對 那這個邪惡組織 就一定要從地表上抹去 對 你這個 所謂的新瓦爾 剛接任之後 你看以色列國防部 馬上就發了這樣一個文章 你看Wanted 就是新瓦爾 而且他就說 他就說 他必死無疑 所以他事實上 目前為止 必死無疑的話 他跟哈馬斯顯然還有 他接下來搞不好 因為他現在為止了 這個新瓦爾 可能在加薩走廊裡面 所以他們可能 還會再進去加薩走廊嘛 那進去加薩走廊的話 哈馬斯當然還會跟你交戰啊 那哈馬斯跟你交戰 真主黨也跟你交戰 所以這是真的 大家要交戰的 那至於伊朗呢 伊朗他現在距離很遠 他只能夠偷入這種代理人戰爭 要嘛就是 現在呢 俄羅斯給你炸彈 給你飛彈了 這個意思看大了 你敢不敢大 所以現在反而是對伊朗來說 他頂多會發誓 類似像去 這個今年4月這樣空襲啊 這樣一個狀況 這也是美國這樣防範的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話 說真的 局勢在緊張之中 但是真正有可能打的是 以色列跟珍珠黨 還有跟哈馬斯 但是呢 這個是一面倒的作戰 這個結果 這個看了你也知道說 誰會贏的一個情形 這個呢 現在美國的國務卿 美國的國務長 他們都在澳洲 跟美國澳洲 進行一個外交跟國防 二加二的一個會談 可是現在 大家只關心 還有 今天看到的美國 也只想講一個 他們對中東的看法 對 這個澳美部長諮商會議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畫面中的奧斯汀 他就有提到說 為了因應中東的這個緊張 其實他們已經在那個地方 部署了更多 可以進行彈道飛彈防禦 跟攔截的巡洋艦 跟這個驅逐艦 我簡而言之 其實就是神盾艦啊 然後他部署了更多的神盾艦 以及他下令向中東部署 另一個戰鬥機的這個中隊 講的就是F-22 就是到了這個英國皇家空軍基地 他的這個 拉肯西斯這個地方 部署了12架F-22 在那邊stand by 隨時可以轉進 飛到地中海那邊 去支援中東的這個戰區 對 而他講的這個防禦 更多的這個飛彈的 巡洋艦和這個群組艦 就是派更多的神盾艦過去 不管是提剛的羅加級的 或者是伯克級的神盾艦 都往那邊跑 因為他有海上防空防禦的這個能力 而且他任何來自於伊朗 伊朗伊拉克那一帶的這個飛彈 或者是征途黨尼巴嫩 這個以色列北進的 或者是來自於鴻海旁邊 那個角落雅丁灣那邊 也就在於這個夜門 胡塞組織那邊的飛彈 南 東 北 他都可以靠神盾艦 他的這個整個雷達可以搜索得到 然後直接發射那個飛彈去攔截 可是我非常好奇 你現在兩個航空母艦來了 我覺得可以理解 兩氣登陸艦來也可以 而且你這個所謂的 兩氣登陸艦上 航空母機上 都已經有F-35了 你已經有F-35 你已經有F-18的大黃蜂了 你已經有所謂的滅國神器了 你為什麼又派一個中隊的F-22來 F-22多麼娇貴 他來這個地方 到底要扮演什麼角色 F-22是攻勢武器 你怎麼知道 以色列不會想先發自人 以色列都是那種坐以待斃的 我等著你伊朗來發射飛彈打我 或者是讓你這個真主黨 從黎巴嫩先 消耗我的這個鐵窮防空系統 然後伊朗在趁虛而入發射一些飛彈嗎 也許以色列 因為不要忘記 所以美國中央這個軍 中央司令部的這個司令 已經到了這個以色列去 然後他也到以色列 要去跟約旦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談一方面跟他們講說 你們的空域 不要讓這個伊朗 他的這個飛彈 或者是任何飛行物體 穿越你們的這個領空 所以約旦跟沙烏地阿拉伯 立刻在這個前幾天的 這個伊斯蘭世界的會議的時候 表達這樣的一個說 我不會借你 不會把領空借給你伊朗 不會給伊朗 伊朗就一直尋求說 你們要支持我 這一定要報復 一直要報復 伊朗一直遊說他們 但是約旦跟阿拉伯已經講成軍 因為他有美國的壓力 對 甚至美國跟以色列 希望約旦跟沙烏地阿拉伯 這幾個周遭國家領空 必要的時候 讓美國以色列的軍機可以通過 那通過是幹嘛 那F22不就是可以通過的 其中之一選項 對 空中走廊 是開放給美國跟以色列的 我相信他們一定在模擬伊朗 到底是採取什麼樣的這個攻勢 只要戰士伊拉響 那以色列跟美國 F22是一個攻勢武器 他是掩護以色列的這個F16i F16i的這個戰鬥機 他可以做到很多F22 他原先他的 比如說空中的纏鬥 空中的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籃截的這個狀況 F22是屬於比較逆中的 不像這個F16 他比較在逆中上 沒有像F22那麼強大 我可以纏鬥 我可以投射 我可以攻擊 對兩邊可以互相掩護 做一個高低配 你用F22做高配 你用F16做低配 兩邊可以去攻擊伊朗 伊朗的軍事設施 因為伊朗這次 所以說 他們不是坐以待斃 他們會直接打到伊朗 是 這就是美軍直接介入 直接打到伊朗 為什麼剛剛說美國也想打 美國當然想打 看你伊朗打到什麼程度 你敢打 我就奉陪你 而且你想鬧大 很抱歉 我就跟你鬧大 那就看到伊朗 是不是可能要說一下 我沒有要鬧大 所以你說 我今天這個動作 我派了兩艘航空母艦 我派了胡峰的 這個所謂的兩棲登陸艦 我把F20弄過來 我就是警告你伊朗 你敢情舉妄動 我就直接打進去了 是的 像F18大黃峰 在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這個都是標配 航母上面 本來就有這些艦載機 那至於這個RC13洞 跟加上E2D的這個預警機 也是標配當中的一種選配 認為說 在空中的這個電站 以及預警功能 可以幫助以色列 有更大的這個情報收集功能 尤其每一時間 要進行這個情報交換 那HC13洞 又要進行這個空中加油 一定要在保持這個以色列的領空 跟周遭他的地中海的這個 空域的這個安全 所以這些都是基本的 那至於派上F22過去呢 就是在告訴伊朗 美國隨時跟這個以色列 可以打到你這個伊朗去 不管是你德黑蘭 或者是重要的 美國可能重要的這個軍事設施 在伊朗的這個被他們發現的話 他就先打 先打你飛彈發射基地啊 先打你的能源儲存設施啊 先打你可能轉進地下 在巴掌的一些核武庫核武甚至 早就想打你了 你剛好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伊朗他其實也知道 有可能他就先策動 伊迪巴嫩跟這個胡塞組織 夜門這邊 南北夾擊你洗腦這個以色列就好了 看局勢狀況 再決定說伊朗要出手到什麼程度 而且以色列還放了一個話說 如果你要我們去現在暗殺 伊朗的總統 他說那不是男士 沒錯 所以其實以色列的摩薩德 的確沒有摩薩德做不到的地方 摩薩德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這個情報特工 包括這個暗殺也是這個能力很強的 而之前看到美國 他們在這個伊拉克的這個 第二大的空軍基地阿薩德 被這個襲擊之後 美國也不忍了 他就指指說 這就是你伊朗支持的民兵 來幹掉我們的這個基地 那現在呢 當以色列把摩薩德說 我也可能可以去支持 殺掉你們的這個哈米尼 哈米尼是伊朗最高的這個政教領袖 有別於他們之前不久才當選 新任總統就職的那個 這個新的總統 那伊朗的這個哈米尼 他就是去參 那個哈馬斯的哈米尼 就去參加伊朗的這個 新總統就職典禮 哈米尼是伊朗人心目當中 最高的這個統領領導人 那如果他這一次被這個 以色列給幹掉的話 那真的會引起軒然大波 以色列敢殺嗎 可是以色列你不要忘記 他就是要把戰事升高拉高 他可以幹掉了 他可以再殺掉哈米尼 哈米尼之前幾個小時 先殺掉真主黨的這個指揮官 蘇克爾或者蘇庫爾 那就可以殺掉了這個哈米尼 就表示說他已經在這個 伊朗的德黑蘭 派出了不少摩薩德 等到摩薩德最高的領導人 也就是納坦雅胡總理 一聲令下 他也許在裡面策動 對這個哈米尼表示這個 會有他的威脅或不策 當然啦你要看哈米尼 他所領導的這個伊朗的情報機構 是不是真的鬆了一個大洞 因為以色列之前的這個摩薩德 潛進去如果現在傳出來 他用這個AI的遙控炸彈 炸死了這個哈米尼亞 表示這個伊朗的這個 整個情報出了很大的漏洞啊 而以色列就算是新的這個哈馬斯領導人 已經上任選出來一個這個新的新瓦 以色列也說我也要消滅到底 也就表示說摩薩德現在在中東殺紅了耶 而以色列故意讓這把這個江神 像一匹野馬拖出去一樣 他就是要看這個美國 他沒有辦法去控制他 而他現在就是要把戰士拉高 好 請問 當以色列說我在這個伊朗的這個境內 而且是你的這個經濟要地之內 我把哈米尼亞殺掉 那真的代表對以色列來講 我沒有殺不了的人嗎 而且他還講說就算伊朗的總統 哈米尼我要殺也不是難事 他真的想殺他真的敢殺嗎 當然現在不殺的原因就是 因為整個中東的政治局勢來講 還是在美國的操控之下 他還要看美國的面子嘛 你如果殺了伊朗的領袖之後 這時候真的掀起這個整個大局面的這個戰鬥 來講的話 美國一定要介入的 那你如果美軍沒有準備好的話 怎麼介入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以色列不是沒有能力殺 是因為什麼 是顧及到美國的面子 真的想殺就殺 真的想殺就殺 而且你看他的手法 基本上是非常乾淨俐落的 你看他殺這個哈米尼 現在伊朗還不知道怎麼被殺的 你知道嗎 所有東西都是搖轉的 誰動手的 所以你知道今天中東的局勢來講的話 伊朗真的是 現在不知道怎麼要 上也不是要下也不是 還有我們昨天有提到了 最近這個佩魯特 昨天佩魯特旁邊有一個EP3偵殺機 今天美國改派P8A了 也就是說專門在看地面的部隊 那個調動的情況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現在也正有西夭山洞的 所有的美國軍機 正在飛越沙烏地阿拉伯 以及約旦的上空 這說明了一個什麼意思呢 就已經在備戰的意思 那這種備戰的概念來講的話 你知道 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的國土 是沒有接狼的 所以他們部隊不可能是直接 不直接對正面作戰 那他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飛彈丟來丟去 那飛彈要丟來丟去的時候 就要做到一件事情 這到底能不能丟的準 或是丟的這個 真的是他們所要的目標 現在來講的話 那以色列在美國的這個協助之下 還有衛星系統的協助之下 當然是OK的 但是問題是伊朗這邊呢 他是俄羅斯在幫忙的 問題俄羅斯在俄羅斯在 俄羅斯在俄羅斯戰場上 大家看到非常爛齒啦 他的東西不能用啊 打不了 對啊薩姆400薩姆幾百的 都沒有辦法用 還有那個所謂的現在 即便有這個 中程打到飛彈 或是彈道飛彈過來了 但是基本上 伊朗能夠打嗎 伊朗真的是不能夠打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伊朗他就陷入一個局面 他不打也不是打也不是 現在來講的話 對伊朗來講 他整個非常難以處理這件事情 我搞吵欸 你操賭賭 而不是操賭賭 他滿盤結束 第一個是我俄羅斯的境內 居然讓你烏克蘭攻進來了 攻略他當然知道有壓力 知道有壓力的時候 前兩天他還派了邵義股 跑到了伊朗 欸我都已經 伊斯坎達爾都已經給你了 我今天的薩姆400也都給你的 你要的這個飛彈 你要什麼東西防空服武器 我也都給你了 結果伊朗拿到這些武器了以後 你本來以為說 中東真的戰爭一速即發 我們最近講了 在這個中東裡面 俄羅斯想打 美國想打 以色列想打 只有一個國家不想打 就是伊朗 伊朗說沒有喔 我們現在要冷靜 我們現在不但要冷靜 還告訴美國說 你叫以色列不要蠢動 伊朗發動戰爭呢 伊朗嚇死了 對因為現在原本呢 俄羅斯把最後的希望放在哪裡 放在伊朗這邊可以發動戰爭 發動戰爭之後 照中東呢可以緩解我在烏克戰場的壓力 結果說他遇到什麼事情 有喔 今天伊朗有動作喔 大家本來很緊張喔 所以我跟你講我領空盡空 大家說要打了嗎 要打了嗎 早上9點鐘發佈這個消息 結果說後來發現 喔不是啦 他跟你講我只是演習 YES 而且保雷哥我跟你講 伊朗演習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嗎 他在打電話給誰 打電話給埃及 打電話給英國外長說 我跟你講沒有啦 沒有啦我跟你講 我們演習而已 演個戲演個戲 不要誤會不要緊張 還怕別人誤會 對對對 然後還要公布演習畫面喔 我本來想說什麼震撼登場 結果保雷哥就是這樣 一團不知道什麼東西 咻咻咻咻 然後光光糊糊的 然後我想說你要公布畫面 我覺得他很好笑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連斜角都不敢有斜角 他直接往上 他直接往上就代表 我在我的區域內 我沒有要攻擊別人 對我真的練習而已 你不要誤會啦 我沒有要打你喔 這個是標標準的演習不講 我還以為你發射什麼人造衛星 還有火箭好像升空了是不是 而且這個攝影機也太爛了吧 下次換好一點了好不好 根本看不出來你打的是什麼 但重點是什麼 依然才不在乎 因為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打什麼 他的目的就是我要騙裝備 那些武器嘛 反正你前一陣子不是阿羅斯 這個1276把什麼東西下來 薩姆400 他們最需要的嘛 所以薩姆400 寶傑跟我訪問一下 他是什麼樣的設備 防空設備 他是怕被人家打嗎 他不是跟你講說什麼武器 結果我會有這個 不會被人家打就好 所以你要講的 薩爾玉谷跑道的伊朗說 我要全力支持你 我要給你雷達 我要給你防空武器 而且我連伊斯坎達爾 這個進攻的武器 我都給你了 結果伊朗拿到武器之後 我就說我不打了 謝謝師主我笑納了 不打不打 你看喔 現在反而是誰最激動 明明插紅袋的 說我要你血在血滑 這是伊朗 結果反而是 這個以色列的高級軍官 在嗆叫說 好啊來 曾主黨來打 來 尤總來打 我跟你講 我絕對會讓你付出 不等比例的代價 什麼意思 你打我一個 我絕對打你十個嘛 所以你看很奇怪 反而是以色列越來越說 趕快趕快來打我 我一定要跟你報仇 對不對 那就伊朗呢 到現在為止各位 他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 在這個所謂的 台北一句話 強兇兇 最怕無天龍 強的怕狠的 狠的怕沒天亮的 像以色列打成這個樣子 把周邊國家真的都嚇死了 這太怪了 把那個嗆嚇的是誰 伊朗 結果在打嚇的是誰 是以色列 以色列一直在打 以色列說 我跟你講我公佈畫面 飛機就這樣飛過去 然後投擲一個炸彈之後 砰你知道它炸到什麼嗎 你說這個都是以色列的攻擊 對對對 不要誤會 這是以色列喔 這不是伊朗 是以色列打真主黨的畫面 一大堆 然後這個是什麼 武器庫我也把你炸掉了 你的發射平台的 黎巴嫩的 我也把你炸掉了 我把你真主黨炸的交頭浪耳 甚至你知道嗎 他們的參謀長講話多兇 他說什麼 他說你辛瓦是不是 了不起是不是 哈馬斯又塞卡 他說沒關係 等到你沒多久之後 我就會讓你很快速的 被替代掉 就是我要把你做掉啦 讓你再換一個人上場 而且以色列國防 參謀總長居然怎麼講 我們現在以色列是處於 最佳的準備狀態 對 為什麼他這樣講 因為他說沒關係 你辛瓦都躲地道 我知道你都不出來 你都人肉傍身 沒關係你躲地道 我千刀萬你追 我這樣要把你炸掉 而且甚至什麼 他直接秀實力給你看 他說來 我給你看有一台移動的車輛 你很會跑 地道你很會跑 我們遠距離 直接用精準投地的方式 管你人再怎麼跑 你看就只有一個點 旁邊的建築物 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意思是什麼 你就不要給我探豬頭來 你只要給我到地面上 我們的衛星隨時能找到你 隨時會把你拘殺 所以你看這時候怪了 好 伊朗應該要做什麼動作 嚴正的抗議 跟他我們嗆聲對不對 你的復仇的紅旗都升起來了耶 對 結果伊朗總統說 可不可以不要打 我們這樣經濟會崩潰 真的假的 拜託啦 哈米尼 他跟哈米尼就是他們的精神 你就想說 可以不要打嗎 好不好 我們考慮一下 先不要打 先不要衝動 所以伊朗總統 培哲斯基安 居然跟哈米尼他們的最高政教領袖 居然講 你不要去攻擊以色列 因為如果你攻擊以色列 以色列決定 對伊朗的國家基礎 進行報復的話 他會削弱伊朗的經濟 他會這樣子吧 會讓伊朗崩潰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讓誰崩潰 他說 會對我的總統任期 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他說我的整支社員 就會完蛋了 拜託你不要打 因為現在有一個陰謀論出來 是說什麼 說太奇怪了 因為剛好我們講的之前那個 那個哈尼亞被炸到的時候 剛好是在這個伊朗總統 剛上任的時候 他們說恐怕有內鬼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內部人放他 怎麼可能有辦法 就這樣把他炸掉 而且甚至現在開始 在傳出另外一種說法 說這個保留哥 應該是土式炸彈 好像沒有人去用火箭彈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也很常在做 我們也整天就炸別人 所以不要打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啦 就開始找來接下 就開始找來接下 所以你就是知道 現在產自查在這邊吧 但我跟你講 不是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包括他甚至還跟這個 我們講法國總統馬克宏 伊朗總統還打給馬克宏 對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防止這個區域 陷入這個爆發戰爭 或是這種不安狀況 否則停止對加薩進行這種 我們講的 這種滅絕的攻擊 所以應該要去停火 甚至是 終於有人肯嗆聲了 伊朗終於有來一個比較硬的 這個是他們的代理的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說什麼 他說伊朗我們會在正確的時間 用很適當的方式來去回應 什麼是正確的時間 什麼是適當的方式 包林哥你知道最好笑是什麼嗎 所謂是外交部長 所謂是外交部長 你知道他們都談判了嗎 你應該要找來找國防部長 對不對 然後這個更好笑 而且不是伊朗 連真主黨都怕到了 對 真主黨應該是最兇的那個 我們指揮官都被做掉了 因為你剛剛看到畫面 而且以色列現在還針對真主黨的據點 進行轟炸 還在炸 正在炸 對不對 我應該很憤慨的跟你反擊 他說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動手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讓以色列人等待 這也是我們的懲罰 我跟你講 那你乾脆懲罰一輩子好了 所以以色列等待是懲罰的一部分 對 他意思說 那你要不要乾脆就是 我們到世紀末的時候 2011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都不打 他們就會害怕一百年喔 很了不起 甚至你看胡塞組織都說什麼 我們現在還在制定計劃 所以很顯然 以色列的瘋狂跟以色列的兇殘 讓這些原本應該是恐怖組織的人 全部呢 大家都威之勝憾 不是 伊朗總統講了個大實話說 現在以色列不能打我們 以色列如果打我們 會對我們造成毀滅一些傷害 你說現在伊朗 我才知道說 原來伊朗現在經濟狀況 真的非常非常糟 他遭到根本不可能 依附一場戰爭 是 保賢哥槍聲一小黃金萬兩 伊朗人都非常愛國 但是人是英雄 前世代 沒錢都沒打 沒有辦法打這場仗 今天這個伊朗的經濟 這是伊朗 對 伊朗經濟真的很慘 你知道有多慘嗎 2016年喔 一美元是換大概4.3萬的 尼雷亞爾 就是當地的錢幣 到了現在進來 一美元換43萬 所以換句話說 他貶值了大概有十倍情況 再來每年的一個通膨 都是超過五成 所以伊朗人現在這個 他們經濟是慘到 真的是連三餐都不計 有這麼嚴重 而且我們就想說 拜託這些工撒 伊朗不是產石油嗎 它的運營產量 尤其是天然氣運營產量 全世界第二大 可是你現在看到這畫面是什麼 就是 他們是坐在油田上的窮人 甚至有人說是乞丐 因為你要挖石油 你要用天然氣 你要投資相關的一些設備下去 而這相關的設備是需要電力 現在伊朗缺電 那你說伊朗為什麼缺電 伊朗 伊朗產石油還會缺電 缺電 因為呢 為什麼缺電 因為他們也缺水 因為很多的電力是需要 就是說你要發電 你需要它的水去冷卻 它相關的設備 現在簡單來講 就是伊朗過去這幾十年來 都把這個錢拿去打仗 所以拿去打仗的情況之下 他們自己的一些油田投資 幾乎都很少在投資 所以原本的油田枯緊 就已經乾枯 新的油田需要錢來投資 就沒錢 而且美國還自裁 自裁你的油還不能賣掉 對 所以你知道他們現在 非常誇張 他們說現在伊朗人 三分之一的人 至少是活在貧窮線以下 然後窮到什麼地步 窮到我有雞喔 我有雞肉喔 可是沒有人賣 沒有人賣 因為沒錢買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 要外銷五千公噸的雞肉出去 還有他們每一餐的 那個烤肉價錢 竟然就是已經漲了一倍多 沒有人吃得起 然後你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停電的畫面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們說 現在停電到多誇張的地步 每個禮拜三 政府部門有14個省 政府部門只工作 早上6點到10點 為什麼 因為下午就開始 就停電 就完全沒有 而且他竟然就是說 他們現在的電力 你看這超級 講講這電沒了 這是伊朗的領導人 他的辦公室裡面 本來在宣布一些事情 就突然停電 連伊朗 有點像是我們的總統府 宣報開鏡頭 會看到一半停電一樣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怎麼伊朗這個狀況 會這麼嚴重 他們的主要工業區 一個禮拜七天 竟然停電停兩天 那你這樣怎麼生產 然後他說他們的工業 其他的相關的 電力呢 這樣60% 全部都錢省下來 為什麼 因為要給家庭用電 不然的話家庭可能連電 都沒有辦法用 以色列現在恐怖到 他已經殺紅眼了 對 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數字是 他現在已經把哈馬斯 所有的領導人 一列排開 1號領導人 2號領導人 3號領導人 全部都被他殺光了 殺光了以後 他開始要肅清內部 肅清內部以後 他要揮軍北上 接下來恐怖的是 他如果用對付哈馬斯的方式 去對付珍珠島 甚至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付伊朗 那就天下大亂了 原本的揮軍往南去攻佔 這個所謂加薩走廊 現在可能要往北 去打貝魯特裡面的 或是說在里巴南南部的珍珠島 所以他現在可能要路面作戰 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美國也開始相當緊張嗎 美國還調動了 林肯號的航空母艦 還有打擊群 還有黃蜂號的兩棲攻擊艦 甚至他還正派了一支 F-22的戰鬥機中隊到中東來 所以美國相當緊張這些狀況 那甚至連拜登都說 等一下 他派了F-22 不是一架 是一個戰鬥機中隊進來 對 沒錯 那美國拜登總統就說 我要阻止這個兵雄戰危局勢 但是他說 我不確定能不能做到 那美國到底要不要做 有 那最近一段時間 美國中央司令部的指揮官 庫里拉 他最近一段時間到中東去訪問 訪問要做什麼 他已經要求約彈了 到時候如果真的開打的時候 你把你的軍事基地 允許我美國使用 所以現在美國已經 你看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還有F-22的戰鬥機中隊 來到這邊 然後要求你的這個約彈 機場開放給我們 把以色列跟美國使用 所以看起來的話 真的作戰可能要開始 特別是最近 你知道 在特拉維夫裡面城市的人 你知道這幾天他們都感覺到 真的要兵雄戰危 為什麼 因為市長到目前為止 在特拉維夫這個地方 已經沒辦法用GPS了 因為GPS被干擾 為什麼被干擾 因為以色列官方 已經開始要干擾你了 他不希望 尤其是貝魯特這個地方 北部這個地方 他也在干擾你的GPS 要做什麼 我要進攻的時候 我不讓你知道我的這個動態 所以看起來的話 現在可能 如果從GPS被干擾 這個過去一段時間 只要GPS被干擾的時候 就是以色列官方準備 要做什麼行動的時候 之前往南去打加殺手 也是這樣 現在又開始這樣 所以人家說 他可能要揮軍北上 去打珍珠黨了 所以市長你講說 現在很多的媒體講說 這伊朗要反擊 現在的貝魯特 也開始對這個 對以色列進行攻擊 可是說其實有一個指標是 現在美國要求哪裡撤僑 哪裡就是戰場 現在美國要求哪裡撤僑 要求貝魯特撤僑 你說貝魯特 就是接下來的戰場了 那不過以色列當然 當然他是主攻者 但是他也非常小心 那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說 假設我這一次 我打這個珍珠黨的時候 再加上說 這個之前的哈尼亞 那麼多人死掉的時候 他這一次 以色列恐怕會遭受到 來自南北還有伊朗的夾擊 所以這次他非常小心 那過去一段時間 以色列 納坦亞這些領導人 他從來沒有進去過堡壘 他這次要進去堡壘了 就是國家管理中心 就是這個堡壘 他們現在準備要進去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個在猶太山脈 你說這個是以色列的國家管理中心 對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他們等於說 就像我們的橫山指揮所 對沒錯 我們躲在裡面 這會真的要打仗 對 那他在猶太山區的這個地方 事實上在這個地方來 他裡面到底容納多少人 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最近有人發現到什麼 他開始搬東西進去 所以看起來的話 可能會有上百人的 這個高級的領導人 恐怕要進去這裡面 那你要事實上 我跟你講 以哈戰爭爆發以後 還有4月伊朗這個空襲的時候 都沒有啟用喔 就現在他們準備要進去喔 你就說這一次 納坦亞胡 他拉的成績比以哈戰爭爆發 還有這個4月份伊朗攻擊 都還要更高的成績嘛 所以說以色列要大開殺戒了 對好所以看來 看來是如此的這個狀況 那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現在開始來 他已經開始在炮轟 我不知道每一次攻擊來說 都是先 就佔領你的機場 或是炮轟你的跑道 他現在已經開始炮轟這個 伊朗這個敘利亞境內的包索非常多基地 包索達巴機場 為什麼 他除了真主黨 他也希望說 可能敘利亞到時候 伊朗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會來這個地方支援吧 所以我先把敘利亞的機場把它炸掉 所以現在這個敘利亞 所以你說 你任何真主黨可能使用的基地 這些機場跟基地 就算不在你這個所謂的 黎巴頓的境內 你就算在敘利亞 對 只要跟真主有關 現在 你看到這個炮火 你看到現在這個火光 伊朗 以色列全部把你炸掉 對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機場 這個機場來說 以色列擔心說 到時候暫時的時候 可能 這個所謂真主黨的人 是會從這邊跑 或者是說伊朗可能 會從這個地方來給他們支援 所以我先發自仁 先把你可能的後路都斷掉 所以看起來的話 真的這個作戰的這個動作 是越來越靠近的一個狀況了 你說那個是後路 後路都斷了 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事實上這次 伊朗真的他也被逼到 沒有退路了 他現在這次真的 民主都嚇了 他現在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兩個小老弟 目前都要被殲滅 如果我放了這兩個小老弟 珍珠黨跟哈馬斯被殲滅 然後我又被 在我的這個經營裡面 我的哈尼亞來我伊朗做客 又被他幹掉 他能夠做事這些事情發生 他不能 我們剛剛講 伊朗現在不管怎麼樣 對 他都是中東這些老大 不管剛剛講你的珍珠黨 或者你的胡塞組織 對 包括是叙利亞 誰是老大 伊朗是老大 可是伊朗這個虎皮如果被掀掉 如果被掀掉說你只是一個病貓 如果你對以色列一籌破產的話 誰會聽你的 都不會聽你的 你就完蛋了 對 這有點像我們台灣黑幫 人家把你的兩個小老弟都幹掉 然後去你的家裡面開槍 結果你說 好 沒關係 你這樣你以後怎麼做人 做不下去了 所以現在呢 伊朗真的他要做人 所以他現在準備要反擊 那為什麼要反擊 因為國際媒體真的 把他嚇到完全無語復家 那這個哈尼亞不是被殺嗎 被暗殺嗎 被暗殺之後現在 你到底怎麼暗殺 現在兩個說法 對伊朗來說 都是完全根本沒辦法接受 如果你是F35 或是巡弋飛彈攻擊 那倒還好 我們這個既不如人 可是現在有可能是怎樣 有可能是你伊朗內部 出了很大的問題啊 為什麼 第一個 關於這個哈尼亞死法 兩種說法 一個是紐約時報說的 他說幾個月前呢 就已經有人把這個炸彈 帶進去這個招待所 然後等他來的時候 我就引爆 然後讓他過世 他知道他會來 知道他會住在哪裡 然後我事前 贏在這個房間裡面 對 不好炸彈 對 所以講 如果這是真的話 你伊朗的所有的警特人員 相關的被伊朗 被滲透到什麼程度 以色列居然可以完全知道 你幾個月後就會知道這個 甚至搞不好 連他們總統死的 都是他策劃的 對 所以要不然你怎麼去說這件事情 好 第二件事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是說的 這是革命衛隊 伊朗說的 他說其實是有一個 這個7公斤的彈頭的這個投射物 從遠方這樣直接發射一個炮彈 打到這個哈尼亞所住的這個房子 約莫是這樣 這是哈尼亞所住的房子 然後這是山區 發射的點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約莫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第一視角 這個是哈尼亞所住的房子 我就從這個地方射擊過去 把你擊中 好不好姐 這也是非常誇張 你居然有一個人 然後可以拿著這個飛彈發射器 跑到這個地方 距離你幾公里之外 然後發射出去 然後你完全都不知道 那這也是完全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 而且現在呢 剛才講左邊那個就是伊朗的宮殿 這個右邊這個地方 剛才講這個位置 就是哈尼亞住的地方 然後我就在旁邊的山坡 瞄準你的位置 一發把你幹掉了 對 而且保全大事實上 這個為什麼讓伊朗真的沒辦法接受呢 因為哈尼亞住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很多外部人都不知道 但是伊朗知道啊 所以伊朗其實在周邊也佈了非常多的防護網 對 結果你居然有一個人 然後可以拿著這個發射器 然後跑到這個距離幾千公尺之外 然後發射一個火箭 然後就把你擊斃 對 所以那個告訴你什麼 你的整個這個相關的人 被滲透的相當之嚴重嘛 所以這個無論是F-35 或是巡弋飛彈 甚至是你是室內引爆 或是說外面這樣投射 都是告訴你什麼 伊朗啊 你真的是太遜咖的一個狀況 難怪現在伊朗已經抓了20多個人 剛剛講的有相關所有的軍官 甚至裡面所有的服務人員 現在全部抓起來 就算你抓起來 現在看此拷問 沒有任何答案公諸於事 另外更可怕的是 我們講嘛 你現在已經對付真主黨 你現在就對付了這個伊朗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如果我們今天就仔細地喊算 當時不是殺掉哈尼亞的時候 他講 同時發佈了 他們最想殺的就是大夫 大夫已經在一個空襲行動的 就這個人 已經在那個空襲行動的時候 已經把他殺掉了 我們算一算 搞了半天 今天哈馬斯的領導人 這些所有的人 對 二三十個全部死掉了 而且哈尼亞一家人 被殺了七十個人 我要再把哈尼亞你殺掉 為什麼 我要以絕後患 現在以色列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保證你看 這是哈尼亞所領導的 哈馬斯的政權 你看哈尼亞已經被幹掉了 然後他旁邊第二號人物也被幹掉 然後這個相關人士大夫在這邊 這些人都是已經被幹掉 整個現在只剩下薰瓦爾 還沒有被幹掉 整個局面 你看被他殺了 幾乎快要殺光了一個狀況 對 那甚至連這個蘇庫爾 他是這個 珍珠黨的第二號領袖 我會把你幹掉 所以現在我等於是能殺 珍珠黨能殺的都殺 然後包括說像 你這個哈馬斯裡面能殺的 我都全部把你殺掉 那目前就是這樣 好那尤其是這個大夫 保證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都說大夫神出鬼夢 沒有人看過他的面目 這張照片是好幾十年前的照片 而且講過說 他躲過以色列五次的攻擊 對 然後還有人說什麼 他是做了輪椅 把他講得很神 然後整個這次攻擊都是他 結果沒想到 我擊斃哈尼亞的時候 我馬上就說 其實我七月中 就已經把這個大夫擊斃了 而且他馬上公布他的照片 這是他最新的照片 對 新照片 而且照片公布之後 他說我不只是殺掉大夫 我連大夫的這個副手的這個 薩拉瑪我都把他幹掉 所以我一口氣 就直接除掉 這個照片都出來 然後把他殺掉 然後把他的這個身分都確認過 好那你知道 而且不是只有這樣 你說以前他神出鬼夢 沒有他的照片 對 只有一張照片 他現在一口氣 四出一大堆照片 代表你早就被我們盯上了 對 有時候他四出一大堆照片 就是說他之前在哪裡做什麼 在哪裡做什麼 我都全部四出照片給你看 所以告訴你什麼 以色列老早就已經盯上你 準備要把你幹掉 所以我才說 這一次如果哈尼亞也是這樣子 老早就盯上 然後被幹掉的話 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以色列真的 他在這次玩真的 所以中東局勢真的 又有往上延燒的可能性 所以挺會 你之前就講了 現在伊朗根本不足為君 伊朗剛剛講 你又救的F-14的這種 所謂的熊貓的 這個所謂的飛機 你過去這個SAM-300 SAM-400 根本不是以色列 這個是F-35的一個對手 你根本沒有任何能力去跟這個 以色列來叫板 可是你剛才講 要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動作 現在看起來 整個中東兵凶戰危 問題不是你伊朗要怎麼反擊 你現在珍珠島要怎麼反擊 你現在恐怖的是 那坦雅胡這隻獅子 他到底要殺多少人 是那坦雅胡到底什麼時候 才能夠停手 是他的問題 因為現在變成 以色列來講的話 整個在中東 他到底要打誰 他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今天伊朗的外長 已經出來講了 說我們沒有要把這個局勢 升高成為區域衝突 真的假的 我們只是要威責以色列 在做下一步的動作 的那個概念 那什麼意思 那怎麼會被打的 不是 你當時漢尼亞被殺的時候 你不是講說你一定要報復嗎 你不是講說 你最珍貴的客人 在我的家被殺的時候 以色列已經為你的懲罰 鋪好道路了 話講這麼硬 今天就軟掉了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看到 以色列是玩真的 不是玩假的 那你知道呢 這個把恐怖分子一個一個端掉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以色列長期以來 他的特工 本來就在做這些事情了 那你為了殺一個人 然後又打以色列嗎 你殺了一個人又打以色列 那永遠殺不完嘛 今天重點是什麼 拜登在今天已經進入到 白宮的戰情室 而且把所有國安團隊 全部召集到白宮了 已經不是只有五角大廈在加班而已 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美國也動起來了 為什麼呢 拜登進到戰情室 然後你看到 應該是納塔亞武也通知了美國 英國加拿大等等這些國家 僑胞趕快要從貝魯特要走的 趕快走 現在來講的話 可能以色列要對黎巴嫩 貝魯特大開殺戒 有這麼嚴重嗎 這個大開殺戒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珍珠黨 你背後還是伊朗 所以我就教訓珍珠黨給你看 現在以色列來講的話 為什麼 因為你成天到晚 你在我以色列北邊 在那邊丟飛彈 在那邊騷擾我 我處理完南方的加薩走廊之後 接下來我就往北邊走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害怕的 應該就是珍珠黨 應該就是黎巴嫩這個地方了 黎巴嫩你知道嗎 到現在這個國家 竟然現在是沒有總統的 你知道嗎 這個黎巴嫩現在國家 裡面內部也是一團亂 所以其實以色列以前跟黎巴嫩 早就在1980年代發生過戰爭了 現在來講的話 以色列可能就再來一次 來教訓你黎巴嫩 教訓你珍珠黨 可是我們看到黎巴嫩很兇啊 他現在不斷的 剛剛講他的珍珠黨 現在不看畫面 我現在不是針對的以色列 針對你的家障 在每個這個所謂的格蘭高頂 我不是一直丟飛彈嗎 他不是一直造成 以色列的傷亡嗎 他不是沒在怕的嗎 是啊 就是因為丟了飛彈之後 以色列就把你的軍頭幹掉了 那你現在軍頭幹掉之後 接下來呢 要把你整個做全面的清查跟整數 所以說今天剛剛講的 你不但是把這個所謂的 哈尼亞給殺掉 更重要的是前一天 把珍珠黨軍事指揮官 蘇庫爾殺掉 蘇庫爾殺掉就是 你發動的飛彈 進攻直來到底 我第三天就把你給宰了 是 那這個蘇科爾他什麼背景呢 他曾經在1983年的時候 在貝魯特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的基地 給他炸掉 然後死了美國人 大概死了一百多人 美國早就已經把他列入恐怖分子 而且懸賞五百萬美金的 向上人頭 現在以色列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美國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直接 這個人就已經被殺掉了 那這殺掉之後呢 其實說真的 珍珠黨是沒有任何力量 可以跟以色列 沒有嗎 那你沒有幹嘛跟人家丟飛彈 當然這個仇恨值很高的話 他就這樣子互相丟飛彈 問題是他背後有伊朗在撐了 他們都認為伊朗可能會替他們出手 然後現在以色列講什麼話 他可以多線作戰 什麼意思 不要忘了還有一個胡塞組織啊 上一次他去炸胡塞組織的那個港口的時候 你知道派F35去 然後F35回來 胡塞組織還不知道誰來了 那你想一下 當年 當時候來講的話 其實今年喔 以色列就已經跟美國講了 所以你要嘛去處理胡塞組織 如果你不處理的話 我來處理 現在美國就是怕以色列打過頭了 你知道嗎 你打過頭 你可能打到整個中東來講的話 局勢沒有辦法全力平衡 這對美國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 以色列不擔心多線作戰 不擔心四面楚歌 不擔心 他在這裡生存不下去嗎 他從來不擔心 不擔心 而且你知道啊 當你說 大家說 這個納泰亞 納泰亞夫 還有那個 哈馬斯的那個領導人 哈尼亞 哈尼亞死掉了 那個他是溫和派的 沒有和談對手 曾經何時以色列想要跟他們談 他沒有和談嗎 曾經以色列都沒有想要跟你談 你看強者跟弱者 強者會跟弱者談嗎 不會嗎 通常弱者求勞說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我要跟你上談判作戰 現在強者要 所以 他不要跟他的對手談判 他只要他的對手投降 是 只要你對手投降 只要你把人犯叫出來 他只要殲滅他的對手 全面殲犯 以免 預防後患 所以為什麼要把哈尼亞的孫子 兒子都殺掉的原因 就在這裡啊 所以你看到 其實以色列他可以多先作戰了 要不是美國在背後拉著他 你不要那麼衝動 事實上 以色列可能把整個中東國家 全部顛覆掉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下一場戰爭可能就是 以色列跟尼巴仁的衝突了 但 現在我們就看了一下 哈馬斯的這個領導階層 真的一個一個都被斷掉了 而且剛剛講的 之前我們講的 非常神秘的大夫 導播看到這個是流出來 二十多年前的一張照片 他講說他神出出鬼沒 而且說他長期都在地道裡面 甚至他被接受了 武士的這個所謂的殺戮 結果的暗殺 全部都逃掉 搞了半天 你長什麼樣子 你在什麼地方 你的助手是誰 以色列早就知道了 是啊 所以以色列的情報部門 早就有他的最新頭像 而且最新的照片 然後呢 可能有還是及時更新的 因為在整個 所有的中東境內來講的話 你這些哈馬斯的組織 人員跑到哪裡去 其實以色列都有盯上的 那只是說 趁什麼時候 趁你最弱的時候 然後一次把你擊斃掉 好 瑞德 以色列有這麼可怕嗎 剛剛講的中東戰爭 我開心 我還以為說 是里巴頓要去這個這個 整這個所謂以色列 我以為說 伊朗要報仇 搞了半天 欸 我剛剛被點醒了 剛剛被停會點醒 美國在哪裡撤僑 那個地方才是戰場 美國在哪裡要撤僑 被魯特要撤僑 被魯特要撤僑 代表 被魯特要打起來了 而且伊朗已經料下狠話了 如果這一次 他上次出動一百多架 跟一百多 等於加起來一百多個 這個飛彈 但是被英國 美國大部分都攔截掉 還有這個 以色列的鐵球系統 這是伊朗說狠話 如果你美國這個攔截的話 我連你美國在中東的相關的軍事基地 我都打 事實上 那麼伊朗是不是有那麼大的本銜 我不知道 但是它只要在你這個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 石油 水運的部分 海運的部分 跟你動手腳的話 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只要一開戰 馬上這個等於說 包括金價 然後原油 全部都暴漲 就沒想到 沒想到 來自於 那麼美國這邊的消息是說 很可能 在伊朗還沒有動之前 以色列就先動了 以色列可能會先動 他不是要動這個伊朗而已 他現在連背爐頭都要打 你看以色列多厲害 人家用嗆聲功 可能這次會規模更大 可能兩三百枚的這個 包括飛彈 跟自殺無人機 要去打你以色列 都不用 不用你來 我先打 以色列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而且告訴各位 是完真的 為什麼 因為昨天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 現在我們全世界的媒體 聚焦在哪裡 聚焦不是在飛彈 聚焦是在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校 旁邊的這個披薩店 為什麼 已經訂購了幾百個披薩 我問你為什麼要訂購披薩 為什麼 因為訂購披薩 表示裡面所有人全部要加班 那為什麼要加班 因為就是要 飛彈要來了 要開始戰爭要打了嘛 出來吃午餐的時間都沒有 對 我要在裡面加班 所以連這個披薩 披薩指數 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 黃金跟原油市場 還有全世界的股市 大家盯緊的一個焦點嘛 那全世界現在所有的焦點 全部在中東的這個火藥庫 包括法國 現在在辦奧運嘛 法國美國都已經提醒了 中東一些國家 拜託大家趕快離開 很簡單 撤僑趕快離開 觀光客不要去 在那邊的人趕快撤僑趕快離開 因為山羽未遇來 豐滿樓啊 那麼從現在種種跡象顯示 最快大概在24小時到48小時之內 這個中東的火藥庫一定會爆炸 只不過是誰先炸這樣子而已嘛 那以色列從來不在管你那麼多的啦 我炸就炸了 要打來打 你知道嗎 從七日戰爭到現在 以色列從來沒有趴過嘛 所以這一場一打下去 問題是一打下去不是這樣而已 一打下去全世界包括這些船運 本來那個價格稍微有點下跌的船運 又因為這樣整個上升 那個經濟面跟軍事面 還有整個面 還有包括全球的股市 都在以色列的一面之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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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